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 很多的婴孩将生 但是其中有一位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她妈妈是一位未婚怀孕的姐妹 她曾经信主 但是远离了教会 跟一个不幸的男生谈恋爱 婚前怀孕 她不愿意杀死这个孩子 但是那男生跑不见了 她回到教会 她祈求神赦免她 饶恕她 她也祈求神能够安慰她 能够帮助她 所以我们教会就跟她一起祷告 一起帮助她 一起来期待着这个孩子的降生 在福音之外呢 通常有两种世界的文化 在传统的文化里面 未婚怀孕是一件不可接受的 伤风败俗的事 那孩子跟妈妈将来都会在羞耻 甚至背后戳几两骨 被人藐视的一生当中度过 甚至会有很多悲剧 根本活不下去 那现代的文化当中呢 相反了 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 你不能够在道德上去评价别人 评价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评价是不礼貌的 是政治不正确的 那各位生活在加拿大这种 左翼的思想的潮流里面 未婚怀孕 无论这位妈妈是把孩子生下来 或者不生下来 似乎都是理直气壮的 个人选择 个人自由 即使是在华人的社群里面 这两种价值观的撕裂 也越来越明显了 可能第一代的移民 基本持守的是前一种价值观 第二代到了第三代的移民 开始持守的是后一种价值观 在中国大陆也是这样 在2013年 有一位叫做徐静雷的电影明星 在微博上面披露 他在美国去做了一个 冷冻卵子的手术 在未婚的时候呢 先把自己的卵子取出来 存在冷冻的银行里面 将来什么时候想要孩子 再买一个精子 就可以订购一个儿女 哇 很多人才知道 原来可以这样啊 不用靠男人的 男人都靠不住 靠冷冻卵子是可以的 那最近的纽约时报里面 有一篇报道 因为中国法律呢 不允许未婚的女性 去冷冻卵子 那于是呢 最近三年 去美国和加拿大 冷冻卵子 成为中国主要是 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当中的 白领的知识女性 一个时髦的选择 冷冻卵子 订购你的未来 大概费用是两万美元 成为许多的 大龄的职场的女性 的一个 以马内力的福音 因为他们同样的渴望 有一个阴海 为他们而生 但是不是现在 现在工作比较重要 他们推崇 个人的独立跟自主 但是他们内心 同样会有孤单 所以他们 这个社会的文化 是鼓励他们 你们有权利 去安排 去设计你自己的未来 你的生活 甚至包括生命本身 前一种文化呢 我们称为叫道德主义 后一种 我们称为叫自由主义 圣经认为 这两种文化 都是错的 先知 在以赛亚书里面 宣告的一件事 就是这位未婚的妈妈 无论活在哪一种文化下 如果没有耶稣 她的命运 都是悲惨的 都无法 从她的孤单 从她的罪孽 从她的良心 从她将来沉沦的结局 或者甚至是 从别人错几两骨 这种生活的艰难 当中被解救出来 道德主义会定她的罪 各位我要说 定罪这一点是正确的 但是道德主义 从来不了解 什么叫做真正的恩典 自由主义宣布 无罪释放 释放这一点 我会说也是好的 她需要被释放 但是自由主义 却从来不了解 什么是上帝 公义 圣洁的律法 那么 难道就没有第三种结局吗 要么是中国传统 要么是西方当代的文化 难道就没有 第三条出路吗 既有公义的定罪 叫那犯罪之人羞愧难当 无可推诿 但是又有慈爱的赦免 除掉犯罪之人的羞耻 恢复他的自由和圣洁 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说的 谁能控告神的儿女呢 因为有神的儿子 为他而死了 以赛亚书的信心 可以用两个 似乎是矛盾的命题 来归纳 一个叫做 充满了赦免的审判 一个叫做 包含了审判的赦免 而第七章到第九章 特别是第九章 我们读到的这两节的经文 宣告有一个阴海 他是上帝预备的弥赛亚 这是先知所传的福音 他说有一件事呢 会把这两个命题连起来 就是充满了赦免的审判 和包含了审判的赦免 这件事会把它连起来 有一件事会翻转 会颠倒一切 这件事情会宣告说 左派是错的 右派也是错的 社会主义错的 资本主义也是错的 上一代人他们是错的 新一代人他们也是错的 这件事呢 就是福音 就是一位以马内利的救主 在上帝的永恒的计划 和旨意当中 耶稣神的儿子 被赐给了一群 悖逆上帝的选民 并且呢 这件事情带着一个特征 这个特征呢 是以色列人无法理解的 那就是以赛亚宣告说 这一位弥赛亚 是一位将要被人杀死的救主 所以过去我们都为 那位悔改的姐妹祷告 希望他父中的孩子 平安地降生 他的孩子已经降生 现在已经一岁了 父亲从来没有出现 孩子的外公外婆没有出现 孩子的爷爷 要以断绝父子关系来威胁他 用什么方法可以除掉 他的罪孽 可以除掉羞耻 可以拯救呢 非常感恩 因为现在这个姐妹 他的妈妈已经 跟他一起来到教会 那第一个选择 你是剩下这个孩子 第二个选择 你是杀死这个孩子 实际上我要说的是 整个人类 在他的历史当中 这不单单是一个姐妹 一个家庭的选择 一个母亲的选择 其实这是自古以来 整个人类的选择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会看到这个选择 他充满 他横跟在 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 杀死一个孩子 来拯救我们 或者生下一个孩子 来拯救我们 庆祝以后呢 我明白一件事情了 我的父亲 在我小时候 为什么一直打我 他是棍棒教育啊 打我打得很厉害的 给我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把盼望 放在我的身上 因为从前他的父母呢 把盼望放在他的身上 我发现 我信主之后 我才知道 我为什么小时候挨打 因为他把我 当成了王家的弥赛亚 每一个中国的家庭 这是不是我们 每一个中国家庭的悲剧 张家的弥赛亚 李家的弥赛亚 王家的弥赛亚 所以我们中国人 一代一代的 通过生一个儿子 来拯救自己 和自己的家族 这就是我们的福音 我才发现说 我的使命 就是必须成为 王家的弥赛亚 而我的痛苦在于 我没有办法 担负这个使命 有一位母亲 我们教会 她有一次呢 在一群大学生面前 也做见证 她说呢 她的题目叫做 一个伟大母亲的悔改 她说我把盼望 是我把盼望 放在我儿子身上 特别是我离婚以后 她说 我天天盼着 这孩子长大 变成一个王子 但是她说 我意识到 我其实从来 没有真正爱我的孩子 我爱的只是 我想象当中的 那个孩子 我希望他成为 我所盼望的 那个样子 我爱的并不是 真实的他 因为我把他 当做了我的弥赛亚 我把他当做了 那一个 为我而来的阴海 我曾经跪在 他的面前 献上黄金 乳香和墨药 这就是我后来 为什么 恨我儿子的原因 我恨他不争气 因为我曾经 敬拜过他 在整个人类的 命运当中 让我说 今天晚上 我们会来看到 这个历史说 其实我们都在等待 那个女人的后裔 要么生下一个孩子 要么杀死一个孩子 到底哪一条 是拯救的道路呢 到底哪一条 可以除掉我们的羞耻 安慰我们人生的 一切的失败和绝望 甚至扭转 这个中国文化 一代一代 父母吞吃自己的儿女 儿女起来 又吞吃他们的儿女 这一个千古以来的悲剧呢 直到我们读到 这一节经文 以赛亚书第九章 他紧接着第八章 第八章的最后 几乎是全无希望 以色列人因为犯罪 背离被上帝驱赶到 黑暗当中 好像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达 天上也是乌云密布 地上也是幽暗 混沌 所以第八章的魔尾 基本上简直就没有一点盼望 他们行走在黑暗当中 看了这一群 行走在黑暗当中的人 可是到了第九章的第一节说 那行走在黑暗当中的百姓 要看见大光 那一代一代承受着 父母跟家族的重担的 要担在自己肩头上的孩子们 他们看见了大光 因为先知在这里说 政权要担在 那一位的头上 这就是今天 我们要来分享的福音 我们一起 低头有一个祷告 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 愿你今天 在我们当中 对了受过痛苦的人说 那受过痛苦的 就必不再见幽暗 对我们当中 还行走在黑暗 死因幽谷当中的人说 今天你要让他们得见大光 主啊 不但是今天 还没有信主的 听福音的朋友 还没有受洗归主的 也包括我们这些基督徒 甚至是我们在侍奉的 甚至是牧师长老 知识同工们 今天晚上我们在你的面前说 主啊 我们都需要这个福音 我们渴望听到这个福音 愿我们的心 因这个福音而满足 求主你对着我们当中 所有做父母的 和所有做儿女的说 有一子赐给了他们 正权担在他的肩上 羞耻要因他而被除去 罪恶要因他而被赦免 真正的盼望要因他而来到 主求你今天晚上 你的福音 示范我们当中每一个人 或劳或少 主啊 不是宣告我们没有罪 而是宣告这个罪 被你的儿子所担当了 主啊 求你让我们看见 弥赛亚的盼望 让我们看见 我们不是别人的弥赛亚 别人也不是我们的弥赛亚 让我们在这里宣告说 唯有上帝的儿子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弥赛亚 听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 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 每一个在人间出生的阴寒 只有这一位 他生来是要死的 对吧 只有这一位呢 还有一件事情 只有这一位呢 生来 政权就要担在他的肩头上 这就是他为什么要走向十字架 你说这是 这算哪门子的福音呢 这是什么盼望呢 他要成为 那在婴儿床上的 每一个新生的生命的 真实的盼望 所以各位你们当中做父母的 你们的盼望若不在 这一位的婴孩身上 那你的盼望就一定在你孩子的身上 让我这样说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人的罪 从我们的孩子一出生 我们就把他绑架了 我们用自己的盼望 把他绑架了 因为你要用它来实现你生命当中 没有实现的一切 用两个短语 可以来描绘整个第九章 一前一后 非常清楚有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到第七节为止 那里出现一个词叫 耶和华的热心 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就这事 我们看到人类的盼望的根源 就在于耶和华的热心 不是我的热心 那一个具体的方式 就是有一个婴孩赐给我们 耶和华的热心 他要成就这事 这是他在永恒当中不变的旨意 可是接下来呢 第八节之后 第二个段落 我们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短语 叫做与此相对 叫做耶和华的怒气 差不多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四节 这个短语出现了四次 耶和华的怒气 耶和华的怒气 耶和华的怒气还未消转 他的手人声不说 四复不同的画面 来表达耶和华的怒气 持续到第十章的第四节 前面一段宣告盼望 耶和华的热心 后面一段宣告审判 耶和华的怒气 同样在这一章当中 你还是看见这两件事情 一面是他的热心 他的恩典 他的怜悯 他所预备的救恩 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怒气 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白热化的一个张力 可是重心在第六节和第七节 伟大的预言 伟大的宣告 不过感恩呢 第九章的第一节一开始 就是从安慰开始的 那受过痛苦的 必不再见幽暗 第二节呢 也非常美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我会说 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就是用一种方式呢 引用了这里的这一个宣告 耶稣基督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接下来 约翰福音将那一位道成的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的耶稣基督 形容为黑暗中的大光 那初代教会呢 的这些教父们 尔利根呢 还有利奥伊士 或者是安波罗修 他们都指出来说 以赛亚在这里称 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 叫做黑暗中的大光 后面呢 他还会宣告 说他是外邦人的光 不但是以色列 是外邦人的光 那坐在死因幽谷当中的人 有光会照他们 死因之地 是一个非常生动的 Shadow of death 比这个黑暗本身呢 更加生动 但是也表明呢 说 各位 你们生命中的黑暗 并不是本质性的 并不是本体性的 它是一个阴影 它因你们的罪孽 而将你们遮盖 后来先知讲到一个比喻 他说到巴比伦 兴起的时候 说巴比伦呢 好像一只大鸟 它展翅呢 遮盖了整个城市 那个大鸟的翅膀 遮盖了半座城 使这座城呢 暗无天日 成为一个在死亡阴影下的城市 神的儿女呢 成为在罪恶的阴影下的百姓 可是呢 这不是本质性的 本质性的是什么呢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一首歌 叫做云上太阳 对吧 波云渐日 云是这个乌云密布 是暂时的 太阳是不变的 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说 并有一阴海为我们而生 中文呢 不太不太有时态的 那以赛亚书有一个特征 先知常常是用一个完成的时态 来预告一件尚未发生的事情 他好像是在说 有一个阴海 已经为你们而生 这是先知所宣告的 说他是有确据的 他如同已经发生一样 并且这里也宣告说 这个阴海一定是大卫的子孙 各位让我们把镜头推远一点 再推远一点 到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五节 亚当夏娃犯罪堕落 他们被逐出伊甸园 他们承受了罪的咒诅 可是也带着一个应许出去 那就是什么 那女人所生的 夏娃所生的 要伤蛇的头 有一天罪恶要被胜过 有一天 魔鬼撒旦和他所代表的 那死亡黑暗的全是要被踏在脚下 你们将要回到一个 以马类利的世界当中去 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父母都会以为盼望 他们家所生的那个孩子 就是可以把我们带回去的那个人 所以很多简经家讲到 三章十五节之后 全人类都在等待那一个孩子 亚当夏娃生的第一个孩子是谁呢 该隐 夏娃一开始以为该隐就是弥赛亚 因为那是他的长子 可是知道他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他杀了亚伯 他杀了自己的弟弟 可是亚伯被杀了 他们就生了赛特来代替他 各位在这个地方 出现了整个基督教福音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最重要的一个词 叫做代替 为什么会说代替呢 各位 你想一想这是不通的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不信 我们曾经有一个孩子 他不幸去世了 后来我们又生了第二个孩子 你会不会说 我要用这个孩子 来代替之前的夭折的孩子 你不会这样讲吧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他是他 他是他 对不对 我怎么会说这个孩子 是代替原来的那个呢 代替在这里表达什么 为什么他们一定要说 这个赛特是来代替亚伯的 因为这个代替指向上帝的应许 有一位弥赛亚 有一位人类的救主 要从女人的后裔而出 当亚伯被盖影杀死的时候 他们就明白 不应该不会从盖影而出 而应该从亚伯而出 从那一位被杀死的而出 所以他们要再生一个来代替他 因为他才能够承受 耶和华给人类 给亚当跟夏娃的那个应许 所以整个人类从此之后 他的所有的后代 就一定是分成这两族 始终有一族 哪怕人数再少 他承受了这一个的应许 整个人类的盼望 整个人类历史 就有一个最大的悬念 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 到底在哪里 生了老大 不是 生了老二 不是 老三还是不是 一代过去 一代过去 一百年过去 一千年过去 还是不是 只等到亚伯拉罕 蒙受护照的时候 创世纪第十二章 十五章 十七章 我们再一次地看到 有个婴海 为我们而生的应许和盼望 在那里赐给亚伯拉罕 在整个罗亚的后代当中 神拣选亚伯拉罕 说那一个女人的后裔 现在在地上的万族当中 单单只从亚伯拉罕而出 可是亚伯拉罕老年无子 亚伯兰被神改名叫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的意思叫做多国的父 这个名字当然是一个应许了 可是你有没有意识到 这个名字它也是一个羞辱啊 你想一想 你九十多岁了 没有子孙的 走在街上 听见别人在外面嚼舌头 说你们看多国的父来了 多国的父 多国的父过来 你知道当人家叫这个名字的时候 你羞耻吗 你有压力吗 这个名字好有压力的 就好像在中国传统的社会 你知道吗 一家人就想要儿子 个生的都是女儿 生第一个女儿叫若兰 像男的一样 又生一个叫昭蒂 但还是没有昭蒂 又生第三个叫叛儿 他们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消耻 代表这家人的盼望落空了 对不对 所以亚伯拉罕自己 被人家这么天天喊来喊去 心心也软弱了 所以他就从那下甲 他的死女生了一个孩子 可是神说不对 一定要从你的妻子 撒拉生出来 才是那一个为你们而生的 女人的后裔 生下他才是全人类的盼望 所以亚伯拉罕就等着 整个以色列就等着 他们等啊等啊 不是不是不是 还是不是 等到维奴四百年 等着神救他们 领他们出埃及进入家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这样说 当整个中国人的文化 中国人的这个族群 当没有听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 我刚才所讲的 张家 李家 王家 每一家 也都是在这样 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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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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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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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吞吃儿女 儿女吞吃他们的儿女 那一位人类的救主 什么时候来呢 我们看见在这里宣告 有一位要坐在 大卫的宝座上的婴孩 他是那一位盟应许的 亚伯拉罕的子孙 也是起初盟应许的 夏娃的后代 亚当的后代 是整个人类都在等候着 他的那一个的救主 你知道这是基督教信仰 最特别的一点 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一种 现代的思想文化 如果他要来安慰你 如果他说我要给你 一个精神上的拯救 那他会说 我有一套理念 我有一套方法 或者说 我有一种宗教的仪式 可以拯救你 无论是超自然的 还是现当代的无神论的 说我有一个idea 我告诉你 你这么去做 那就可以得救 可是唯有圣经 不断地告诉我们 说有一个人 他要来拯救我们 有一位 他要成为我们的救主 而且他一定是从人类的后裔而出 基督教不断地宣告 救赎是一个人 基督教不断地宣告 公义不是一个抽象的理念 而是一个人 善良 不是一个道德的观念 而是一个人 基督教不断地宣告 真理不是一个抽象的标准 而是一个人 他是一位为我们而生的阴汉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你会看到说 从撒末尔记第七章以来 讲到那一个大卫的应许 说有一位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他要永远为王 就这里所讲 第七节所讲的 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 他的国度无穷无尽 可是各位 当先知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想一想当时的背景 其实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 为什么 以赛亚是在什么时候蒙遭的 乌西亚王崩的时候 大卫的宝座上空无一人 内忧外患 国际形势变化 波斯兴起了 亚树又兴起了 狼子也兴 亡我之兴不死 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候 先知却宣告说 有一个王位的继承人 就是你们等了几百年都等不到的 就是整个人类等了几千年都等不到的 他要来 当时的以色列人并不相信 他们一个去依靠北边的亚兰王 一个去依靠南边的埃及的法老 可是先知说 没有用 亚树要吞吃你们 后来波斯要吞吃你们 再后来 希腊要吞吃你们 最后 罗马还要吞吃你们 如果你们不信 那一位婴孩 就是你们的救赎 那么后来 直到拿破仑要吞吃你们 直到希特勒要吞吃你们 直到斯大林要吞吃你们 直到毛泽东要吞吃你们 那 我们看到说 唯有这个婴孩 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 有一些古代的教父呢 特别提到说 各位 你从来有没有看见 哪一位的君王呢 他把他统治权的标志 是担在他肩上的 他同来都是呢 戴在头上的王冠 拿在手中的呢 权杖 或者是绣在他的袍上面的 皇家的徽章 有没有谁是扛在肩上的 用我们的话说 王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 你什么时候看见 王把人民扛在他肩上 但是这里说 基督要把他的国度 他的百姓 他的政权 背在他的肩上 你有没有想到 耶稣背十字架的场面 在这里已经暗含了 基督的十字架的道路 他乃是要将他的十字架 担在他的肩上 这是他将政权 担在他的肩上的方式 他把他的国度 担在他的肩上 而这个国度叫做 一个十字架的国度 一个婴孩 怎么可能把政权 担在他的肩上呢 他如此的弱小 我们已经隐约看见了一条 以色列人会拒绝的道路 以色列人不相信的 一个弥赛亚的道路 我们看见先知宣告 他有几重的圣名 叫做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那你知道标点呢 是我们现在打的 传统呢 会把奇妙跟测试分开 算两个 这样子呢 是五个称谓 他被称为奇妙 他被称为测试 他被称为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和平的君 那也有人把他 奇妙测试当一个 这个算四个 但是在初代教会呢 有一些解经家呢 会把全能跟神 又拆开 他被称为全能者 然后他又被称为神 这样子呢 一共算六个 那我们不管是四个头衔 五个还是六个 但是解经家呢 指出一件事 就是在近东地区的 那些国家的王位继承人呢 比如埃及的法老登基的时候 通常呢 都是宣告五个名号 中国古代的君王 也是这样子的 但有的时候我们说 康熙乾隆 这是用他的年号 但是他们登基的时候 通常都有一长串 很正式的名字 什么什么神武 什么什么威武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皇帝 好长的一段的 那所以呢 可是有一个解经家讲到 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 以色列是敬拜独一真神的 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 自从造天地以来 从来没有人 去称呼过一位地上的王 叫做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和平的君 所以在基督的这五重身份当中 向我们同时宣告了两件事 第一 这位弥赛亚 似乎是人类的儿子 是大魏的子孙 什么地方显明 他是一个人呢 因为他是一个婴孩 他不但是一个人 而且是一个人的人性的 完全无能的 卑微的一个起点 可是呢 同时这个预言 又向我们宣告 这位弥赛亚 是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所以有一位教父 这样来总结整个旧约中的福音 所以以色列的 诸位的 智慧的拉比 智慧的教师 请问 以赛亚说的这一位到底是谁呢 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是大魏教我们的 基督自己就是上帝 这是以赛亚教我们的 耶稣是一个婴孩 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 婴孩代表了他降杯的道路 这个降杯的极点 就是十字架 他是上帝 这一个神的神性 代表了他原本的荣耀和能力 他指向第三天的复活 那我会说 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 是用另一种方式 再一次引用和宣告了 以赛亚所传讲的福音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阿们 以赛亚为我们做见证说 那一位要来的人类的救主 那一位婴孩 就是上帝自己 各位 那一位曾经来到我们当中 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 来世那一位创造了天使的 那一位曾经走在巴勒斯坦的旷野当中 忍受太阳的煎熬的那一位 他就是创造太阳的那一位 那一位被称为是大卫的子孙的那一位 大卫称他是我的主 他是以色列历史当中 每一位失败的王 以色列人历史当中 每一位王都失败了 包括大卫也不例外 每一位失败的王 都指向那一位得胜的王 他是以色列历史当中 每一位有罪的王 包括大卫 每一位有罪的王 都指向那一位真正无罪的王 所以与其说他是亚当的后代 他当然是亚当的后代 但是不如说他是一位新的亚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大傻江青的时候 不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 不是我们和我们的文化的成就 来拯救我们 而是这一位挽救我们与狂难 我们的盼望不在于我们的善行 不在于我们的献祭 不在于我们的冥想 也不在于我们的慈善的行为 苦修 对他人的奉献 甚至保罗说 不在于我将生焚烧 将我一切的财产献给人 并且叫人焚烧 不是 而是什么 神与我们同在 我要特别的来分享 这一个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第一 同样的 这是一个审判的记号 为什么以马内利是一个审判的记号呢 因为没有人可以与神同在 没有人可以与神同在 可是神与我们同在 也是一个拯救的记号 以马内利里面同时包含了应许 也包含了一个威胁 神经在旧约当中 当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呢 通常说神与我们同在 你是战场上有能的 耶和华 那意味着我们要打胜仗 那意味着呢 他有能力 可是在新约当中 那么在以赛亚的这个扭转当中 我们看见一件很奇怪的事 神与我们同在 跟卑微连在一起了 神与我们同在 和一个婴孩连在一起了 不是与战场上有能力的 耶和华连在一起的 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就是福音在审判当中 在绝望当中 他要透过最卑微 和最无能的方式 来实现以马内利的 这一个应许 和人类的拯救的盼望 在以赛亚书第三章的时候 开始出现婴孩 但是那个地方的出现婴孩 是非常讽刺的 说将来有婴孩要狭管你们 什么意思啊 因为成年人都死光了嘛 而且说 或者说成年人都背叛了上帝 甚至说将来有女人 要来狭管你们 也不是什么好话 意思是男人都死光了嘛 所以很多人说 教会里面男人都跑哪里去了 因为你们的勇士要在阵上阵亡 所以在以赛亚书刚刚开始说 有婴孩出现 说有婴孩要来狭管你们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灭亡和衰落的一个征兆 可是呢 从第七章开始到第九章的时候 有一个婴孩要统治你们 开始成为盼望的兆头 你会不会觉得这里面很讽刺 这里是一个福音的奥秘 就是婴孩会成为盼望的兆头 各位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们去找谁 你们都会去找有能力的人 对吧 依靠势力和才能 对不对 你要找成年人 而且要找里面有厉害的说 张地兄 张地兄身强力转 我搬家 我找他 或者他们家有个大车 我找他 对吧 你不会说 哎呀 我最近遇到一个麻烦 好大的麻烦 找谁都没用 我还是去找一个上幼儿园的吧 所以你知道吗 在整个旧约的后部分 以色列人的盼望 开始转向一个 一开始是带着讽刺的 可是这一个讽刺呢 却暗含了真正的盼望 那就是婴孩是没有能力的人 婴孩是什么都不会做的人 然后先知对你们说 各位啊 不要依靠势力跟才能 不要依靠你们自己 不要去找这个世界上 有名有望的人 帮助你解决问题 去找那个婴孩 因为那有能力的 已经成为了最没有能力的 那没有能力的 将会成为你的能力的源头 那没有能力的 那羞辱的 将会成为你的羞辱被除去的源头 如果你遇到了小麻烦 你去找有本事的人帮助你 如果是这样的 那我告诉你 你不会信福音的 因为你也不会来到教会 可是如果你遇到了大麻烦 各位 你们当中有没有人遇到 天大的麻烦 就是在你的生命中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麻烦 那么以赛亚说 你需要有一个婴孩来帮助你 最有能力的成为无能的 荣耀的 有本事的成为羞耻的 那创造宇宙 创造太阳的成为被太阳所煎熬的 这就是福音的奥秘 各位让我这样说 你是什么样的人 耶稣就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是卑微的 他成为卑微的 你是贫穷的 他成为贫穷的 你是软弱的 你是可以被人欺负的 他来成为被人欺负的 你是可以被人杀死的 你是会饿的 你是会口渴的 他来成为口渴的 成为饿的 也可以成为可以被人杀死的 你是一个罪人 他来 他不是罪人 但是他来成为跟罪人一样的样式 他来到监狱当中 换上了跟你一样的囚服 他衣衫男女的 来到我们当中 你是什么样子 他就是什么样子 这是福音的奥秘 这是福音当中的 辅救和降辈 我的孩子 一岁多的时候 他开始学着在地上 爬着走 我就爬下来 在家里跟他一起爬 我就跟他一起爬 在家里面每一个地方 跟他看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电视机 那个叫做柜子 然后爬爬爬 最后就爬到那个 那个插头 电源插头那里 我就跟他讲 这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动 唯有这个地方不能动 因为你摸着日子必死 我跟他爬完了 然后呢 我就回到书桌旁边 我去工作了 可是过了两分钟 我抬头看见 我的孩子在地上爬 他哪都不去 就朝着那个电源插头 爬过去 各位 这就是罪人 这就是我们的罪 你们有听过一个故事 一个毒蝎子过河的故事 罪性是什么呢 罪性不单单是在理性当中的认知和缺乏 有很多人听福音呢 他说我要来跟你辩论 我要跟你讨论这些问题 可是我就跟他讲这个故事 有一个毒蝎子要过河 他不会游泳 所以他就找一个河马 他说河马你背着我 一起去过河 河马说呢 那不行啊 万一在中间你咬我一口 你那个很毒的 我会死的 我背你太危险了 但是这个毒蝎子说 他说不对啊 我跟你讲道理嘛 我跟你分析一下 我不会游泳 我坐在你的背上 我要是咬你一口 我不就死了吗 这个河马一听 对啊 他不可能在我过河的时候 把我咬死啊 不然他就死了 对不对 这有道理 对不对 有道理 河马是个理性主义者 他觉得有道理 就背着这个毒蝎子过河 可是在中间呢 他忽然 发现这个毒蝎子咬了他 他毒发胜亡 他们就慢慢慢慢就沉下去了 可在最后呢 他拼尽最后一口气 他就问说 你怎么咬我啊 你自己不也会死吗 毒蝎子怎么回答 毒蝎子说 我知道啊 但我忍不住了嘛 各位 这个就叫做罪 我知道啊 但我忍不住啊 有哪一个做丈夫的 有哪一个做妻子的 他不知道应该温柔 应该不抱怨自己的妻子 应该爱自己的妻子 哪一个做妻子的 甚至在教会当中 不知道我应该顺服我的丈夫 可是我做不到嘛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罪 这是你没有办法自己处理的问题 所以各位 让我说 亲爱的刘兄姐妹 我要特别对我们当中 每一位做父母的 或每一位做儿女的说 我们的盼望 每个家庭的盼望 每个父母跟每个儿女的盼望 不在于我们家的那个孩子 不在于我们自己 而在于那一位盟应许要来的 他是完全的人 又是完全的神的那一个婴孩 他是我们的救赎 让我另外讲 一个版本的 毒鞋子过河的故事 当我信主的时候 我知道 我就是那只毒鞋子 我就是那只毒鞋子 可是那个河马 跟那个版本不一样 主耶稣就好像那个河马 可是那个河马 他不需要问 他知道 他知道过河道中间的时候 毒鞋子会咬他 可是他仍然被他过河 所以到了中间 毒鞋子咬他的时候 不是那个河马来问说 你为什么咬我呀 而是那个毒鞋子说 你明明知道我会咬你嘛 你明明知道我忍不住嘛 我说了不咬你 但是我说话不算话的嘛 你明明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 但是你知道对不对 你跟我说过计较之前 我三次要咬你的嘛 那你为什么还要背我过河呢 以赛亚说 因他所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因他所留的保险 他来 就是来背我们过河的 他来就是 让我们在过河的时候 摇死他的 我就是那只毒鞋子 我不知道今天来了 多少只毒鞋子 我盼望神在我们的当中 挑战你们 让你们在他的面前可以承认 我就是那只毒鞋子 但是有一位 有一位救主 他明明知道 他明明知道 我会杀了他 我会背叛他 我不认造我的那一位 我不认救我的那一位 但是他仍然来到我们的当中 什么叫做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就是与那个婴孩联合 透过与那一个婴孩联合 神成为与我们同在的神 以马内利就是与那一位 背定十字架的耶稣认同 说你是我的主 神就与我们同在 人生的盼望就是以马内利 人生的盼望 一定是要与一位同在 你的盼望以前是什么 跟你妈妈一直同在 跟你女儿一直同在 跟你所爱的那个人一直同在 不是的 因为他们都会离开你 你有一天也会离开 你所有的亲人对吧 所以我们人生当中 最大的悲剧是什么 没有一位 是我可以永远与他同在的 什么是福音呢 福音就是要给我们一位 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 永远 这道死亡也不能分开 于是我们就不再 一代一代的盼望又一代一代的失望 一代一代的联合又一代一代的分离 除非我们与那一位定十字架的耶稣联合 我们住在黑暗死因幽谷当中的人得见大光 接下来 后半段 很多人说 那你讲到福音就应该在这里结束了 可是第九章呢 它很奇怪 前面呢都是先讲愤怒的公义 然后再讲安慰 第九章是先讲了福音 接下来再次说到耶和华的怒气 耶和华的怒气和耶和华的热心 有四个场面 四次的再次指向对我们的指控 四件让耶和华愤怒的事情 第一呢是傲慢 我称之为叫做傲慢的无神论者 各位 我不是说你们当中没有信耶稣的人 你们没有礼貌 可能我的话呢会更没有礼貌 因为先知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无神论本身就是一种傲慢 很有礼貌的无神论者 仍然是在上帝面前傲慢的人 这就是先知的意思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了一句很傲慢的话 说你把我们的墙塌了 我要用磐石重新来建 你把我们的桑树砍了 我要种高大的香柏树 我不靠 我不靠你 我靠我自己 第二一种呢叫做实践上的无神论者 我称之为实践上的无神论者 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说我相信上帝 很多人今天的中国社会 唯物主义在人心当中 其实已经退潮了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中国社会当中 无神论的一种退潮 越来越多的人 即使他们不是金屋徒 他们来了教会听了福音 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信 可是他们呢 也不愿意再承认自己 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了 他们至少成为了一个泛灵论者 或者他们会说 嘿我是相信有神的 我是相信有超自然的力量的 甚至呢在教会当中 基督徒说相信耶和华 相信耶稣基督 可是我仍然会称他们是很多 叫做实践上的无神论者 什么叫做实践上的无神论者呢 就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六 从来不会想起上帝的人 从早上九点钟上班到下午五点钟下班 从来不会想起耶稣的人 就叫做实践上的无神论者 先知在这里责备他们说 这些人是嘴巴上的有神论者 这些人是嘴巴上敬拜我 心却远离我 各位我不知道在你们当中 有没有这样的信徒 他们以一种仿佛神不存在的方式生活着 他们以一种仿佛耶稣 不是我的拯救者一样 来处理和面对他们生活中的问题 各位你有没有在召集的时候忘记神 你有没有在做一个很艰难的决定的时候忘记神 哎呀怎么办啊 这件事情怎么办啊 当你对自己说怎么办啊 怎么办吗的时候 你忘记了耶稣 通常我们都是在召集的时候忘记神的 对不对 通常都是在有一个人骂我的时候 我忘记神的 通常都是我开车了 后面有人使劲按喇叭的时候 我就忘记神了 所以我们是一群在生活细节上的无神论者 我们以一种仿佛神不存在的方式生活着 我们以一种仿佛基督不是我救主的一种方式 在信着耶稣 先知责备这样的神的百姓 说耶和华对此愤怒 第三呢 先知宣告说他们是邪恶的无神论者 同样邪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 特别是西方社会 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政治正确了 可是呢 先知在这里用森林的熊熊燃烧的大火 来形容这种邪恶 甚至有一句话非常的艰难 他说神甚至不怜悯 他们当中的孤儿寡妇 上帝不是爱我们吗 而且在整个圣经当中 凡是提到孤儿寡妇的时候 都说耶和华怎么样 要做他们的父啊 要做孤儿的父 要做寡妇的丈夫啊 要为他们申冤 要为他们辩屈啊 孤儿寡妇作为神的子民当中 弱势的一个群体 遭受到不公不义的群体 特别的作为在圣经当中 上帝怜悯的拯救的和盼望 赐给他们的一个记号 就是说连孤儿寡妇在你们当中 都可以盼望拯救 可是在整本旧约当中 让我说只有在第九章这里 其他任何地方提到孤儿寡妇的时候 都是跟神的怜悯和慈爱 连在一起的 唯有在这个地方一处 提到孤儿寡妇的时候说 神连他们都不怜悯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讲到这一个罪的邪恶 这一个毒蝎子的邪恶 既是个体性的 也是群体性的 从群体性的角度来讲 上帝责备他们当中的先知和长老 说你们掐头去尾 长老就是头 那个先知呢 就是尾 他们呢 不遵循神的道 祭司的嘴中 没有神的话语 所以整个族群 都要被神审判 他在讲到这一个罪的群体性 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亵渎的 都是行恶的 每个人的口中都说欲望的话 那你说 是吗 牧师也说了吗 对 牧师也说了欲望的话 他也要受审判 如果你不服 你就接着问 那小孩子呢 小孩子也吗 对 小孩子也要受审判 然后你不服 那我们当中的寡妇呢 对 他们也要受审判 这就先知在这里的意思 他不是在渲染上帝的眼里 他是在强调人的嘴硬 他不是在质疑神的怜悯 而是在质疑人的正义 如果连你们当中的孤儿寡妇 都不是无辜的 若不信耶稣 都将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 那你们当中还有谁是无辜的呢 还有谁呢 有谁可以说我不是那只毒蝎子呢 所以再一次的 神在这里指控他们的不义 指控他们的邪恶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再一次的说 虽然先知在这里是 先讲了盼望的福音 然后再讲了审判的一个警告 但是逻辑仍然是一样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没有在圣灵的光中 被神显出他内心的黑暗和罪孽的人 他不会有真正的盼望 不敬畏耶和华的公义 对他的愤怒感到战惊的人 不会明白耶稣为什么上十字架 他不会明白耶稣上十字架 是为了代替我 代替我什么 代替我的误会 代替我的罪 代替我应当承受的 上帝的愤怒和烈火 很多的人读旧约的时候说 那为什么我觉得旧约中的上帝 是没有慈爱的 那新约中的耶稣是有慈爱的 所以教会里面我们都要讲 耶稣是爱就好了 我们来吸引人认识耶稣 但是如果我们太多讲的 旧约当中的耶和华的时候 他们就不来教会了吗 但是你没有看到 你没有看到公义和圣洁 正是拯救的全体 我们之所以需要被拯救 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与圣洁和公义无分 这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悲哀 而我们之所以被拯救的结果是 我们终于可以终生以公义和圣洁 来侍奉耶和华 公义和圣洁恰恰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 在公义跟圣洁上与那一位上帝有分 是我们人生的目的 你知道吗 在跟以赛亚差不多同时代 是雅典的文化 雅典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 叫做梭伦他为雅典立法 他提到城邦的公义的时候 他讲到这样的一个原则 他说在一个城邦里面 只有当那些没有被一桩恶行 直接伤害的人 能与受害者一样愤怒的时候 才有这个城邦才有公义 你明白这句话吗 如果你看见有人在偷东西 你就跑了 你在街上看见有人杀人 因为你并不是被这个罪行 直接伤害的人 所以你并没有在里面 生出跟受害者一样的 心中的愤怒 心中的忧伤 你说 所以他说除非在这个城邦当中 所有的人 没有被一件具体的恶行 直接伤害的人 他与那直接被恶行伤害的人一样 与爱哭的人同哭 与受捆绑的人同受捆绑 与被不义所欺负的人一样的感到了悲伤 感到了愤怒 不然他们生活在一起 这个城邦就没有公义 我们就是这样子的 各位 请让我问你 你会因为这个世界上 施加在任何人身上的不公不义 感到一样的愤怒和忧伤吗 不会的 是吗 承认吧 承认吧 我们不会的 偶尔我们会 他我会 因为他跟我关系不错 但是他我就不会 承认吧 我们远离那些与我们无关的罪孽 我们远离那些与我们无关的苦难 与我们无关的不公不义 不但如此 亲爱的牛兄姐妹 我们甚至远离那些跟我们有关的不公不义 只要那个不公不义呢 不是针对我一个人 而是针对大家的 大家嘛 于是我就以一种达便车的心理 仍然远离他 让其他人去改变吧 让其他人去奋斗吧 如果事情有转机 那我也可以分一杯羹 如果事情没有转机 我就躲在他们当中 我干嘛要付代价呢 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有公义吗 没有公义 而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耶稣基督说 自由的人 必须要活在一个公义的城邦当中 而这个公义 是那一位为你们承受了 一切的不公义的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带来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跟你说 圣经向我们宣告 如果你是那一位 对于施加在别人身上的恶行 你会逃离 你不会跟他一样的愤怒 那么我就不知道 对你来说 这到底算一个好消息 还是算一个坏消息 那就是说 圣经宣告 上帝就是那一位愤怒者 上帝是会对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个受欺负的人 施加在任何一个成员 身上的任何的一个罪 他就像受害者本人一样的 感到愤怒 所以上帝愤怒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上帝愤怒我们当中 所发生的每一件不公义的事 那我这样说 这个愤怒本身就包含了爱 这就是爱 这就是公义 你明白吗 如果连上帝都不愤怒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盼望 如果连上帝都不愤怒 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受害者活着 他还有什么指望 上帝会愤怒 这是这个世界的福音 你知道吗 这是我们的整个这个世界的盼望 你知道吗 因为无法指望你 也无法指望我 但是我们有一个指望 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位愤怒的上帝 有一位公义的上帝 所以各位这是一个好消息吗 还是一个坏消息 上帝就是那一位愤怒者 他无时无刻 无处不在的愤怒者 曾经有一位父亲 他在女儿出嫁的这个婚礼上有一番讲话 他对着那个新郎 标了狠话 你知道吗 他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心血 才把我女儿养大 然后他警告他说 你要是将来对他不好的话 我会杀了你的 然后我会向上帝忏悔的 各位 如果你是那一个出嫁的女儿 你听到这话 你是感动得要哭 知道你的爸爸爱你呢 还是你会很害怕说 我的爸爸是一个没有爱的愤怒的爸爸 你在你父亲的那个话里面感到爱了吗 感到他爱你 爱到一个怎样的地步了吗 他爱你 所以他仇恨罪恶 他爱你 所以他仇恨一切的不公义 他必须要来解决 要来处理你生命当中的一切的不公义 他用什么来解决呢 他用什么来焚烧烈火呢 他用什么来焚烧 他熊熊燃烧的愤怒呢 这熊熊燃烧的愤怒当中 包含了他是一位嫉妒的上帝 包含了他是一位眼睛揉不得沙子的上帝 而这个恰恰就是他的爱 他用到一个方法 有一个比上帝是愤怒的上帝更好的消息 让我说 愤怒的上帝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还有一个比愤怒的上帝更好的消息 就是他决定将他的愤怒 倾泻在十字架上 他自己的儿子 他独生的儿子 在十字架上来承受 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愤怒 先知宣告说 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这事 耶和华的愤怒要倾泻在 他的儿子耶稣的身上 到了新约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转眼仰望 马朝和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看见一件奇妙的事 就是神的愤怒成为了一个好消息 神的愤怒跟神的恩典 汇聚在十字架上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听福音的朋友 让我说 你的盼望在于这一位愤怒者 也在于这一位承受愤怒的这一位 他是愤怒的那一位 他也是承受愤怒的那一位 他是公义 他也是爱 阿们 所以感谢主 今天晚上我 再一次的 我要来挑战我们当中 听到了福音 还没有相信 曾经去到教会 在挣扎 在寻求 或者你说 我已经信了 我只是还没有信主 我要挑战我们当中 还没有受洗 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来宣告 我是一个毒蝎子 我忍不住 但是求圣灵在我心中感动我 让我来悔改 让我愿意相信他 也在我的里面 忍不住 有一个心的忍不住 就是我忍不住要爱他 因为我看见了他爱我 有一个心的忍不住 就是我忍不住要流泪 忍不住要悔改 忍不住要相信 胜过我之前 忍不住要犯罪 忍不住要远离 忍不住要怀疑 我要挑战我们当中 这样子的 在我们当中 坐在这个会堂当中的人 让我举到最后一个故事 来挑战你们 在两年前 去年呢 国内有一部小说 一个70后的作家 写了一部叫做70后的心灵史 题目叫做耶路撒冷 他们基本上呢 像我这个年龄的 度过了差不多 中国文革结束之后 这三四十年的历史 他们的心灵史 他们都曾经寻求过 人生的盼望 他们都曾经用自己的方式 寻求过什么是真理 他用一句话 在这个小说里面 2015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把最佳小说家 颁给了这部作品 叫做耶路撒冷 他在里面呢 写了一句话 叫做 人生越走越远 为爱无法抵达 只有爱 我无法抵达 我走了很久 我走了很远 我走不到哪里去 这是我们70年代的人 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心灵史 我相信也是80年代的人 甚至90后的人的心灵史 同样也是60年代 跟50年代的人 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心灵史 所以呢 我要在我们当中来挑战 有过这样的心灵史的 有过寻求 有过挣扎 有过怀疑 走了这么远 一直都走到温哥华来了 但是唯有爱 无法抵达 唯有 那一个救恩 那一个能够拯救自己的福音 无法抵达 我要来挑战你们 是否愿意 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前 公开地宣告 我是一个罪人 我愿意悔改 承认 我再走三十年 我也无法抵达 除非我跪在 耶稣基督的面前 除非我来到耶稣的脚前 来到十字架 哥哥他的面前 几年前有一部电影 也有一句很动听的广告词 我想用这个呢 做一个口号 他讲到爱情 他用一句话叫做 我们彼此相爱 就是为民除害 我想说的是 今天晚上 是一个为民除害的晚上 步道会 就是为民除害的一个聚会 你希望中国发生什么改变 你希望你的家庭发生什么改变 你希望你的公司发生什么改变 神说 我要你发生改变 我要你为民除害 你悔改了 这个世界就变好了一分 你悔改了 你的家庭就变好了一分 你悔改了 中国社会就有了一分的光明 走在了黑暗 死因幽谷当中的人 就能够看见大光 因为人生越走越远 为爱无法抵达 但是只有他的爱 可以为民除害 所以我要挑战你们 你们是否愿意 在我们的当中 还没有受洗的 弟兄姐妹 听福音的朋友 木道友 甚至就是今天晚上第一次来的 如果你愿意 站在众人的面前来承认 你愿意站出来 你愿意为民除害 你告诉神 也让这会堂当中 认识你和不认识的人知道 你是一个罪人 你愿意信号耶稣 你愿意来相信他 你愿意来认识他 你说我信不足 但是求主帮助我 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 我邀请你 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 我为你祷告 我不会带你们来做一个 决志的祷告 因为我要挑战你们进入教会 我要挑战你们去报名受洗 我要挑战你们继续地来寻求 但是我要你们今天 站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 如果神感动你的心 我为你们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 在我们的当中 有没有 还没有受洗的 你愿意在众人的面前 站在众人的面前 我看见了在楼上的兄弟 有没有 感谢主 你说 你说我忍不住 因为神感动我 我忍不住 我不是忍不住犯罪 我今天忍不住要悔改 还有没有 我最后一次地问 还有没有 在我们的当中 你说我忍不住 神爱我 祂是一骂内利的神 还有没有 最后一次我问 你站在众人的面前 我为你们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 慈爱的救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父亲 总是会管教自己的儿女 父亲在自己悖逆的儿女的身上 有 你的恩典 没有 哪一位父亲会把他的手 放在别人家的孩子的身上 他会把手放在自己的孩子的身上 所以主啊 今天站立在你面前的这些人 求你把手放在他们的身上 不是放在他们的身上 惩罚他们 而是放在他们的身上 安慰他们 赦免他们 告诉他们说 他们的罪 已经在十字架上 被你的儿子 那独生的儿子 他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承担了 主啊 就好像我们自己的这双手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人 我们这双手 打过我们自己的孩子 我们从来没有去打过 别人家的孩子 主啊 你的手也是这样 凡被你管教的 就是你的儿女 凡是你的手放在他的身上 你推动他 你挑战他 来到你的面前悔改的 他就是你所爱的 你曾经把手放在 以发脸的手上 放在犹大的身上 求你今天放在他们的身上 放在他们的一生当中 带领他们来认识你 带领他们成为神的儿女 带领他们受洗成为 教会当中的一员 他们在你的面前承认 他们是一个罪人 愿他们也在 众人的面前来承认 他们没有盼望 除非他们信靠耶稣基督 主啊 你要将你的击打 从他们的身上转移 倾泻在大魏的真正的子孙 耶稣的身上 你要因主所受的鞭伤 使他们得医治 如同我们得医治一样 你要因主所受的刑法 使他们得平安 如同我们得平安一样 我们赞美你 因为这是何等惊人的救恩 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恩典 愿这样的救恩临到他们身上 临到还有我们当中 来听福音正在寻求信仰的朋友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让他们知道 救赎不是一套理念 不是一个逻辑 不是一个理论 不是一个学科 而是一位被挂在木头上的耶稣 而是一位降生在马朝当中的神的儿子 听我们在你面前如此的祷告祈求 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们